好 现在我们看图面镜 convex mirrors 你看这个镜面 凸出来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点物体 这一道光线 alpha角射出来这一道光线 圆的跟这个normal line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从这里出去了 那么这道光线的延长线 就是它的一个成像 像就在这里 这normal line就是 镜面到曲率半径的这一点 的连线 I点为O点的像 好 那么我们看这个 如果我们 有一束的平行光线 就是你这个物体 摆在无限远 平行光线进来 那么我们每一个都 把它画这样的画 那它的沿线 通通通交在这一点 那这一点呢 就是什么 聚焦的地方 叫焦点 焦点 那焦点呢 跟焦距 焦点 跟这个焦距 现在都是负值 它跟这个 凹面镜正好相反 这要记得 焦面镜的话是真的 这个 是负的 因为 从镜面到这里的距离 跟光线 反射线 反射的 镜面到这里的方向 跟反射线的方向相反 所以它是负的 现在我们看一个 横向放大率的问题 像这么大 物体这么大 像在这里 你看 这一条线过来 因为这是 曲率半径 所以这只normal line 那它怎么过来 怎么反射回去 这一条线呢 入射就是这样子反射 它的延长线 叫到这一点 这个就是它的像 像 我们现在 带到这个 成像公司里面去 不是 这个 这个我没有证明 就是说 它这一套 它这一套 图面镜的这一套 成像公司 跟它的这个 横向放大率 都跟凹面镜 是一样的 都一样的 只是这个时候 它的相距 跟R 跟F 不一样 你是凹面镜 还是图面镜 不一样 这个公式本身 都是一样的 好 现在我们看 看看我们 那个是用计算的 我们可以用图解的方法 图解的方法 你就记得有这么几条线 这是物体 第一条 跟光轴平行的这条线 反射以后 一定经过焦点 一定经过焦点 OK 第二个 经过焦点的这一条线 反射以后 一定跟光轴平行 第三条就是 经过曲率半径的这条线 反射以后 回 圆轴 圆路回去 主要就是 这三条光线的焦点 就是这个 这个箭头的部分 这是O 物体在这里 向着这里 OK 这是凹面镜 如果是图面镜的话呢 第一 光线从这里进来 这里进来 平行线 它要从这里反射 但是你把它延长的话 一定是叫做焦点 第二条 从这里 有这么 一条 第二条 它延长线是到 焦点 所以它反射以后 就是平行线 第三条 O到C这个方向 这条线 路是过来 反射性 原路回去 你记得这个 这三条光线 就好了 OK 我刚刚讲过了 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一点 这三条线 焦点 这就是像 这就是像 OK 好 现在我们 看一个例题 有一个凹面镜 焦距是12个centimeter 凹面镜都是正的 这个也是 像距 36个centimeter 现在要用镜面公式 或者是图解法 求像距 并说明像的性质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面镜的公式 一个是图解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公式 光用公式 先把公式写出来 它告诉我们是 focal length 那我们就用这一套 这个 36 centimeter 这个 12个centimeter 你可以解除 di是18个centimeter 它是正的 正的就是代表 在进前 放大率呢 负di over do 负的 di是18 是负的 好 那现在我们就要判断 它的性质 它是在哪里 进前 向着进前 18公分处 它是一个缩小的 倒立的 实相 进前18公分处 缩小 倒立的实相 好 底下就是图解 你看 欧 第一个 跟轴平行的线 要经过焦点 然后第二条 经过焦点的线 好 这个是 第1 2 3 没关系了 经过焦点的这条线 反射以后是平行 然后呢 经过曲率中心的这条线 反射以后 远路回去 什么 那这三条线 聚焦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像 像 OK 那当然你这里 除非你用这个方格子 这个 刻度都严格的遵守 这个 这个 这个大小 你可以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 这个多大 对不对 否则的话 你只能看一个大概 这个实相没有问题 倒立的 缩小 这个都知道 好 我们再看一个物体 有一个物体 它 它 放在图面镜前面 14 公分处 图面镜的曲率半径呢 是22 这都是负的了 这个 曲率半径是负的 现在也是要用 用计算法 跟图解法来解这个问题 还是同样的公式 不过呢 它现在R是负的 这个当然是真的 就DI DI是等于负的 负的就是在镜后面 镜子后面 放大率 带到这个实子里面去 DI等于负的 这个负负的镜 变成镜的 现在你就可以说 它是在镜后 距离镜 距离这个顶点 6.2cm的地方 它是缩小 镜的就表示 它是镜力 镜力就是虚像 镜力就是虚像 OK 好 这个是 我们看它的成像 第一个 看它的用图解 平行线 平行入射 反射 要经过焦点 经过焦点 第二个 第二个 它 经过焦点的这条 入射线 在这里反射 平行 然后呢 第三个 经过C的 这一点 C到这里来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延长 就是到C 这个画的 当中 断条 看不清楚 那么 这三条线的焦点 这个焦点 就是I 就是I 这里 还有一条过来 再过来 OK 好 那现在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一个曲率半径为20cm的凹面径 像一个物体放在镜前 若干个位置 你看 30公分 20公分 10公分 5公分 放在不同的位置 用图解法分别求像的位置 即像的放大率 并说明像的性质 此例中 请用图解法显示 像的位置 请同学们自己用 数学计算以上的各指 以验证之 OK 我们用图解法 至于说 它的这个 用计算法怎么算 就请同学们自己算了 第一个 30公分 你看它曲率半径是20cm 所以它这个在曲率半径的外面 平行线 然后经过焦点 反射 这条线 这是第四条我们也可以用的 因为这个就是normal line 你这样入射当然就是反射 反射线 第二条 经过焦点的线 反射以后是平行线 第三条 经过曲率中心的 这也是normal line 反射原路回去 那么这个就是II prime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这个是什么 像在进前 缩小 倒立 那是像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20 那正好啊 它就在 曲率半径这里 O就在C这里 就在C这里 好 那么我们画 第一条平行线 经过focal point 然后这一条 这一条就是经过focal point 这个是平行线 其实这两条就可以交到这一点了 那这一条 我们也可以用 这也是一个normal line 这两个脚要相等 交到这里 你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图 它的位置也是进前 大小一样大 你看到没有 像跟物体一样大 是一个倒立的石像 我们看C C呢 它说在这个里头了 它的相距 要比曲率半径来得小 你看第一条 平行线 平行线 经过这个 这是焦点 大概它正在焦点上面 经过焦点 然后这一条 因为这个是normal line 反射回来 那么还有一条 这一条 它是通过这个曲率中心的 怎么去怎么回来 结果这三条 是平行线 所以它是焦在哪里 无限远的地方 因为它正好在它的焦点 焦面 这个面叫做焦面 就是面的位置 整个面 是在这个 中心是在这个焦点上面的 好 那么更小了 那么在焦距里头的话呢 那么我们看到成像 这条 经过焦点 就是它延长是经过焦点 它就反射 从这里反射回去 那你眼睛在这里看 好像它从这里出来一样 好 第二条 平行线 反射以后经过焦点 所以延长线到这里 还有一条 这条线 这两个角相等 四 三 这条 经过这个取虑半径 怎么去怎么回来 好 这几条线你看 你眼睛在这里看 好像这条线都聚焦在这里 所以这就是它的相的位置 相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的什么 镜子的后面 大小呢 是放大的 刚刚这个是什么 这个无雄远大力 也是一个放大的 这是一个虚项 因为它是倒立的 这个呢 正立的 放大的 正立就是表示 它是虚项 好 以上我们是用图解法 好 面镜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底下我们就要介绍这个折射面 就好像刚刚我们是面镜 先介绍平面镜 再来就是球面镜 现在我们看的是折射面 平面镜 介绍 这两个是不同的介绍 它的介绍常数 不一样 就是它的这个 index of reflection 不一样 但是它的界面是一条平的 是一条平面 一个平面 我们看这个情况 假设N2大于N1 这个折射率比这个大 这个折射率比这个大 好 光线 比如说欧点战略 它以α角的这一条 闪射线 到这里以后呢 它不是反射回来 它是穿射过去 穿射过去 但是它是折射 这个角 Theta prime 不会等于这个 Theta 这一条是 从这里到这里 是入射角 Theta 1 这个是反射 折射角 那Theta 1跟Theta 2呢 我们讲过 它遵循 Snails 的折射定律 N1 Theta 1 Theta 1 等于N2 Theta 2 那我们现在看 三角形 OVB O VB 这个三角形 跟三角形 IVB 你折射 折射以后呢 你眼睛在这里看 好像这个线 是从这里头过去的 这条线 就是直接过去了 你觉得这两条线 是从这里发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线 它的线 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Tangent Alpha 是H over Do Tangent Alpha 等于Tangent Theta 1 因为这是平行线 这是内错角 Tangent Beta 是H over Di 这是它的边长 负Di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看这个 折射面 到这里的方向 跟光线 折射的方向相反 所以它的Di 就是负的 好 那么我们 因为Theta 1 跟Theta 2 都非常小 我们都是看 很小的角 很小的角的话呢 那Sine Theta 就妈妈糊糊 跟Tangent Theta 差不多 那我们就可以 用Tangent Theta 来算 等于H over Do 这就是Tangent Theta 1 Tangent Theta 2 这个 可以用Beta来算 那就是H over Di 绝对值 就是等于这个 好 我们现在把 把这个 这个当做是Sine Theta 1 这个是Sine Theta 2 Sine Theta 2 带到这个里头去 N1 Sine Theta 1 等于N2 Sine Theta 2 因为这很小 这个整理一下以后 变成这个式子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你这样写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Di Y over Do 要等于Fu的N2 over N1 这个比较 比较复杂一点 各位做的时候 要多做几题 才会清楚 以上的 折射时的成像公式 这个公式 或者这个 仅适用于近光轴的光线 这个光线不能太大 这个角度不能太大 现在我们看到的放大率 O有一定的大小 它这条线 Normal line进去 怎么反射出来 这条线 不是这 它就是一直线的折射了 这个折射 你眼睛看起来 好像也是从这里出来 那这一条折射以后 变成这个 那你眼睛在这里看 好像这个折射线 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所以这两条折射线 交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像 像 这是像句 这是物句 那我们现在从 OO'V 跟II'V 这两个直角三角形来看 Tangent Theta Tangent Theta 是Y over DO Tangent Theta Prime 是等于Y Prime over DI over DI OK 因为Theta 跟Theta Prime都很小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跟这个都当成是 Sin Theta 跟Sin Theta Prime 所以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我们就得 带进去 得 这个式子 得这个式子 OK 这个 这个我可能是 这要用绝对字 如果写成这样的话 应该要用负的 因为它 DI是负的 DI是负的 OK 所以我这里漏掉了 负的 这个应该是负的 所以带进去以后变成这样子 所以它的横向放大率 就是Y Prime over Y 等于这个 横向放大率 好 我们现在将 这个成像公式 带入 这个式子 带入这个式子 这个 带入这个 那这个式子 就可以化成 就是1 1 那这 这就表示 平面 摄色面的放大率 是1 物体 像于物体的大小 一致 正立 它是正立 虚向 看到没有 正立虚向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题目 这是水 水 水面下 H身的地方 有一个物体 现在你要从空气上面看 看这个物体 比如说这是一条鱼 你在这个上面看 这个鱼在哪里呢 水的摄色率是 三分之四 空气的摄色率是1 那这个是 N温 N温是 水 N温是水 N温是水 N图是 1 这里应该是 N 温 这里应该是 N2 右图 看水面下 O点 深度是 看水面下的O点 深度是H 在空气中看的时候 假设像的位置在I点 假设在这里 像距是DI 假设在这里 那么我们用成像公式 成像公式 DI Over D O 等于负的N2 Over N1 N2是水 水的 N1是水 N2是空气 好 写出来 DI 等于 负的 四分之三H 它是负的 上次显示 四深 是实际深度的 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OK 好 现在我们就看 球面的折射 刚刚是平面 现在看球面的折射 这是球面 这两个戒指不一样 这两个戒指不一样 好 这个物体在这里 那我们光线怎么画呢 就是说你这一条 怎么去 这样进去 它一直的 它也不偏 就是一直线过去 这就是折射线 这一条呢 这一条 它有折射 这一条折射 OK 你看这个 从C到镜面的这个 V点 就是这一条线的 在这里 焦点在这里 这个是它的normal line normal line 这是入射夹 这个是折射夹 折射夹 那现在我们看OBC O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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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IBC IBC OBC IBC 那么这一条 这个就是折射线 跟这一条 焦点就是它的像 这是像句 这是物句 我们看 Zeta1 等于什么 Zeta1 是等于 这个三角形的 这个内角和 Phi角 是等于 这个三角形 两个内对角的和 Beta 叫Zeta2 好 Tangent Alpha H Over 这是D了 要加一个Delta Tangent Beta 这个 对于Di 减到Delta 分子H 好 D5 Tangent Phi 就是H 就是H Over 这个宽度 这就等于 R 曲率半径 减到Delta OK 好 那现在我们有了 这三个角 这三个角都很小 很小 并且Delta 比 这个 这个 跟R 都小得很多 这个也是很小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 Tangent Beta 慢慢呼呼 写成Beta 这个就写成 这个Delta 不要了 Tangent Phi 写成这样子 这个不要了 等于Phi 然后我们 还有 还有就是 你这个 Sita 1 Sin Sita 1 因为很小 Sin Sita 2 也很小 我们就可以 把它写成 就是Sita 1 跟Sita 2 好 现在我们把它 带到这个里头来 Sin Sin Sita 1 就是Sin Sita 5 加上Alpha Sin Sita 2 Sita 2 就是 5 减到Beta OK 好 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 把它 乘出来以后 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这个 整理一下 变这样子 于是 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式子 把它写成 这样子的 这就是 Do 分子N1 加上 Di 分子N2 要等于R 分子这个 OK 那么这个 Alpha Alpha 就是 这个就不要了 就是 Do 分子H Beta 也是一样 这个不要了 就是Di 分子H 要等于Phi 也是一样 这个也不要了 R分子H 然后再乘上这个 这就是 球面折射的 成像公式 球面折射的 成像公式 好 现在我们再来看 这一题 要看它放大率了 放大率 横向放大率 这一条经过 曲率中心 就一直前进了 就没有折射 这一条呢 因为这是它的 Normal Line 入射线 反射线 这两条 折射线交在这里 这就是它的I 它的像 好 我们现在从 O O Prom V O O Prom V 跟 I Prom V 这个三角形 跟这个三角形 来看 Tangent theta 1 是Y over DO Tangent theta 2 是 负Y 这是负Y over DI 因为这两个 都很小 所以我们都可以把它当作Sine 带到这个里头去 带到这里头去 于是 就得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么 横向放大率的定义还是这个 Y Prom over Y 你这个整理一下就变成这样 这个 要 要 要多用它 才会记得住 这是 横向的放大率 好 底下我们看一个例题 在空气中 有一根圆柱形的玻璃棒 这一端呢 就磨成 曲率半径是20mm的半球形 这样是一个点状的物体 在轴上面 点状的物体 在轴上面 球面 左方 这是写错了 是不是 点状物体 置于轴上 在球面 左方 80个 mm的处 球向距 这两个正好写错 这是D 这是DI 我们现在把它带进去N1 N2 1.5 R 20 DO 80 这是DO 这是DI 带到成像公式 我们可以得到 带进去 1.5 带进去 球数DI 正120 这是DI 这个写错了 所以像呢 在右方120个mm做 它的放大率呢 Y over Y 等于这个 你就把这些值都带进去 负1 所以 这个东西 它是在什么 成像在 右边 与原来的物体一样大 这是导立的 实像 导立的实像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玻璃棒 把它进在水里面 进在水里面 DI还是在这里 DO还是在这里 水是1.33 还是在这个式子 你把它带进去 我们可以求出来 DI是负的180 就是在这个前面 180个mm处 那它的横向放大率 那它的横向放大率 你把这个值带进去 正的1.93 那就表示 这个物体是在这个界值 跟这个物体同一个方向 同一个 同一个界值 然后放大 正立的虚向 正立的虚向 放大1.93倍 底下我们介绍 透镜 透镜 就是用这种透明的材料 做成的一个镜 一个折射体 好 这是物体 像这种东西呢 你可以把它分成 这个跟这个是一个界值 第一次折射 然后折射光线到了这里以后呢 这又是第二次折射 又是第二个面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两个折射面所围成的光学系统 就两个折射面所围成的光学系统 我们称它为透镜 一般透镜的成像 可以应用上一节的 就是这个跟这个 可以用上一节的成像公式 这个跟这个也可以用成像 上一节的成像公式 然后第一 第一个面 它的像 就作为第二个面的物体 作为第二个面的物体 OK 好 现在我们用折射光纸 先看这一个面 第一次 第一次 N1 N2 这是像我们现在看第一个面 N1等于1 N2是N R1是这个 好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就变成这样子 DO 就是这个 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这个物相 物具 它成像呢 DI1 DI1 就是第一次的成像 第一次的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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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是这个面跟这个面的距离T 好 我们带到这个里头去 就得到这样子 这个带进去变成这个 DO1 跟R1 这个是正值 这是按照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符号 DI1是负值 所以这个 式子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要写成绝对值的话呢 那就是负 因为它本身是负的 变成这样 写成这样 好 现在我们看第二面 第二面就是这个跟这个 第二面呢 它的物体在这里 物体是这个 N1是N N2是1 R2这个时候是负的 还是带这个成像公式 OK DO DO就是这个 DO2 DO2 DI呢 就是这个 从这里到这里的距离 这个都没有问题了 好 里头 DO2 DO2 它是等于 DI1 加上T 你从这里就知道 对不对 DI2呢 这个时候是一个正值 R2就是一个负值 所以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这个 用这个带 这个用这个带 这个 OK 好 然后这个式子 跟我们上一个 上一页所写的这个式子 连理起来 可以解除 DI2 可以解除 DI2 DI2就是第二次的 这个相军 好 这个是它的原理 但是我们 很少用到 厚透镜 我们用的都是 薄透镜 薄透镜 我们原来是厚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 讲这个 这个厚度 是我们画要画这么厚 要不然你看不出来 实际上这个T 比起这个 比起这个字 都要小很多很多 所以呢 以至于啊 这里到这里距离 就免距了 不要计算它 以后反正有T的地方呢 T都把它变成零就对了 这种透镜呢 我们称它叫做薄透镜 比如说 这个式子 刚刚导出来这个式子 这T就不要了 就变成这个式子 对不对 然后这个 跟这个 相加 这个 一个是这边 一个是这边的 相加 另 D1 第一次的D1 就等于D1 DI2 就是Di Di 我们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个很重要 要记起来 就是要常常用它 这就是 薄透镜的 成像公式 这薄透镜的公式 就是这个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是我们刚刚导出了这个来 对不对 成像公式 R1 比如说这个 R1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R1 这个面的曲率半径是R1 R2是这个面的曲率半径是R2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D-O Di 跟R1 都是正的 R2是一个负质 R2是一个负质 好 现在我们看 薄透镜 的焦距 它的定义是什么 当点状的物体 在透镜轴上的物具 为F的时候 它的相距 为无穷远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 点状的物体 正好摆在这个地方 一点 结果它成的像 成的像是成像在无限远 那这一点就是它的焦距 焦距 OK 好 这个定义就是 按照这个定义 Di1 Do1 等于F 就是Do 等于F 这个 等于无穷大的时候 带到这个里头来 你看这个是F 这个无穷远 所以就变成这个式子 所以焦距 等于这个 这个式子 它有一个名称 叫做LengthMakers Equation 叫做透镜 制造者公式 就一个透镜 它有两个面 它有它的折射率 如果你知道两个折射面的 曲率半径 又知道折射率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 你这个透镜 它的焦距是多大 OK 所以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边 换成是F分之一 所以就变成这样的形式 这种形式呢 就称为 薄透镜公式的高斯 高斯式 高斯式 是这样的 这个和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用 很明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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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